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屋彩繽纷的光影瞬间点亮 这命运港色彩屋前 出现了七土旧火车站 海门天险 河滨岛及海洋广场等灯光秀 邮轮缓缓使进基隆港 各种基隆知名景点全都映入眼年 2023年基隆光影节 一号晚间登场 市长谢国梁 议长童之伟 及关销处长郭宪平 文化局长陈廷梅等人 共同主持点灯仪式 有几次在正面云港这边 有更多的AR可以让市民朋友 更多来观赏 那我也跟议员们来报告 我们的彩色屋基本上是 金融市现在大家很欣赏 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 那明年度我们要把彩色屋的区域过大 我想周边对面等等 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发展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利益 我们会自己来进行 我们基隆的城市文理 跟我们基隆的故事性 很适合透过我们的一些行销手法 来让告诉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感受我们基隆的浪漫港督 我想像这样的氛围里 就在基隆的一个雨季 然后在走在港边 我想也特别有韵味 希望透过光影节的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注意到基隆 来到我们正兵渔港走走 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人 留下来住宿 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旅游观光指标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 各种各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多元性 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看见基隆 点灯仪式现场 邀请小朋友最喜爱的水果奶奶 还有妖国小学 嘎嘎 库伦 道场同乐 政府和台湾原创动画 IP妖国小学合作 将水果奶奶变成了动画角色 其实我们这个妖国小学 不但在电影院放映 还有我们有做全台湾的 这个校园巡回 那放映的时候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我们的这些角色 所以我相信 利用这些角色 设在基隆的各区 然后也让他们学习 每个地区的一些地方的特色 跟文化 我相信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然后小孩子也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本土动画IP 能够借由各种活动 跟大家一起结合 然后让我们的内容 更发扬光大 当然有看到老鹰 然后看到灯笼 然后看到火车 还有一些就是基隆小吃 跟还有就是公式的这些人物 卡通人物和水果奶奶这样子 像以前在香港有看过那个万彩五香江 觉得很漂亮 没想到现在我们基隆也有了 很棒 水果奶奶她去那里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色彩屋前出现了光雕秀 引起了不少民众抢了拍照 接下来12月2号 3号两天 光雕秀将在每晚6点到9点 每30分钟播放一次 全长180秒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给大家 casa俩去那里 请不吝点赞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给大家 别胡言